日本11号证实 境内出现4例XBB.1.5的确诊案例 美国今年第一周超过27%的确诊者 染上的都是同一个XBB.1.5 根据世卫组织11号最新报告 至少38个国家通报在境内 发现了这个变异株 而它号称是新冠病毒史上 免疫逃脱力最强的一株 但我们可以说的是 它比较多的变异性 它可能免疫的逃避能力 在增强并没有发现 它的致病力的显著的变化 世卫组织也初步判定 XBB.1.5并不会让患者 出现更严重的病情 不过突破性传染的能力 可能更高一等 因为XBB.1.5具备了 XBB家族的免疫逃脱特性 还没发表的研究更发现 它补足了XBB本来不具备的 细胞紧密结合能力 也就是说它更容易 黏着在人体呼吸道上 让它成为传播力最强的 变异株之一 目前全球通报XBB.1.5的案例中 超过八成都在美国 第二名是英国 不到百分之十 排在第三的丹麦 更只有百分之二左右 确诊案例过度集中的状况 让世卫组织难以确切评估 这只变异株的传播速度 但还是建议口罩先戴了再说 除了口罩 部分研究也指出 次世代疫苗 人对XBB.1.5有效果 或是至少能降低 变异株的致病性 早已成为XBB.1.5重灾区的 美国 11号也宣布 再度延长新冠肺炎紧急状态 90天 这些新闻黄盛凯主要令报导 立刻上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请点赞 订阅 马可期杀